中文字幕志愿者 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喜欢 而柑橘在世界水果产量中也居于首位 我国是柑橘的重要产地之一 栽培面积世界第一 产量居世界第二 我国柑橘主要以鲜石为主 果皮大部分直接丢弃 但其实橘皮经过炮制加工后 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中药材 我们习惯将它称之为陈皮 陈皮其实就是云香科植物 橘及其栽培品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 采摘成熟果实 剥取果皮 晒干或低温干燥而得 那么橘子皮扔了可惜 把它们晒干就是陈皮吗 虽然从字面上看 陈皮是放置时间比较久的橘子皮 但新鲜的橘子皮 简单晒干后并不能做陈皮使用 只有经过中药炮制加工后的橘子皮 才能称为陈皮 首先需要在太阳下将橘子皮封干 然后在密封装置中放置60至150天 用湿度为80%的潮湿空气加湿 待果皮软化后将其捆绑固定 风干再放到太阳下晒干 最后将其密封存放 与其他中药材不同 橘皮具有年份越久越好的特殊性 历代一家关于陈皮有这样的论述 如陈酒者凉 年生者最妙 他要贵心 为此贵尘等说法 这是因为橘皮储存时间太短 其燥裂之性未除 副作用较大 而住存数年后 其燥裂之性逐渐消失 不裂不燥 气味纯正浓郁 更能发挥其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也证实 储存三年以上的橘皮 在锂气化痰的作用上 明显优于一年的橘皮 作为一种比较常用的中药材 橘皮究竟具有哪些治疗效果呢 中医上常说 百年橘皮千年人生 足见 橘皮有着极高的药用价值 和保健功效 橘皮性温 味苦 心 归肺 皮 二经 具有礼器健脾 造失化痰的功效 适用于脾胃气质 顽腹胀满 食欲不振 呕吐 谈诗咳嗽等证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 也曾高度评价 橘皮的药用价值 认为其味苦 所以能够礼器造失 味心 所以能够生散 而性温和缓 能治百病 而且 橘皮同补药一起用 则能补虚 同泻药一起用 则能泻食 同生散药一起用 则能生散 同沉酱药一起用 则能沉酱 是一味具有多种 治疗用途的 常用中药材 橘皮中含有 挥发油 果胶 多糖 及橙皮肝 等黄酮类 有效成分 具有 止咳 化痰 平喘 抑制 胃肠道 平滑肌静卵 降低胆固醇 减轻动脉 周样硬化 等作用 临床上 主要用于治疗 慢性支气管炎 胃炎 消化不良 等症 沉皮 还有很多 使用的小窍门 如 可以用来 防止晕车 或晕船 在乘车 乘船前一小时 每隔二十分钟 含浮一块沉皮 待变软后 吞下 车船开动后 则可视情况 每隔十分钟 含浮一块 变软后 吞下即可 另外 用尘皮 生姜 加水煎煮 再加入少量红糖 趁热服用 可以有效缓解 胃痛 咳嗽 痰多 等情况 尘皮 还可作为调料 用来熬汤 或煮粥 这样做 不仅能使汤中 有少许 干香的味道 还能起到 缓解脾胃不适 增强食欲 治疗咳嗽 痰多的作用 这也正是 药食同源物质的 妙处所在 那么 人们在选择 陈皮 泡水喝时 通常会感觉到 有淡淡的苦味 其实 这种苦味物质 是以柠檬干 和苦味素 为代表的 类柠檬苦素 这类物质 苦味 比较平和 易溶解于水 有助于 食物的消化 当出现 食欲不振的症状时 不妨 漆上一壶 陈皮茶 在三餐之间 分次喝完 会收到 很好的 治疗效果 但很多人 喜欢用 鲜橘皮 泡水喝 这种做法 是不科学的 因为 鲜橘皮 含有 较多的 挥发油成分 不具备 陈皮 那样的 药用功效 用鲜橘皮 泡水喝 还可能 对健康 产生 不利影响 因为 鲜橘皮 表面 可能被 农药 保鲜剂 污染过 而这些 化学制剂 对人体健康 百害 而无一利 另外 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 陈皮 虽好 也并非 人人 都可以 使用 如有 发热 口干 便秘 尿黄 等症状的人 则不易 使用 陈皮 以免 加重 不适症状 下节课 我们将 一起学习 如何 巧用 橘皮 做佳肴 同学 下节课 我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